2021年12月5日 光之银河联邦解放银河系和地球母亲传导 而Anna Velasquez 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人类 我们是光之银河联邦 我们今天通过宇宙管道进行心灵感应交流 并发送我们关于地球上事件发展的 第二则资讯 自从我们第一次报告以来 你们星球上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关于金星的重要数据是由指挥官Terran获得的 龙族实体正准备攻击光界并消灭主要的骑手 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地监测Terra Christa周围的局势 并不断拆除从轨道或地球内部发射的任何核导弹 猎护座试图偷袭他们的新卫星 这颗卫星携带了最新的灵性控制科技 它可以让一个健康的人患上精神病 阿斯塔司令部俘获了猎护座并摧毁了他们的卫星 还获得了更多关于他们未来计划的情报 以换取他们不被剥夺灵魂 我们正在确保提升过程没有重大的中断 联盟和特种部队正在地下和南极州与天龙人 爬虫族猎护座等作战 军方收到了特殊设备 以帮助成功地消灭腐败的外部世界 这场战斗现实正处于51区和其他地方清理工作的最后阶段 你们腐败的统治阶级继续撒谎和操纵人类 试图恐吓和强迫每个人开枪杀人 求求你们 不要相信任何他们在向你们描述的这些事 你们的肉体被创造成不朽 经过无数次的DNA调整 他们在一段时间后死亡 这种肉体上的死亡将通过来自其他文明和医疗床的特殊房间被根除 这些医疗床能够消除任何疾病 赋予新的身体 恢复青春 长生不老等等 医疗床的目的是消除大部分身体问题 我们想明确指出 这些科技现在在你们的星球上是不可用的 因为黑暗实体将只为他们自己保留这些床 请注意 关于盖亚的传闻并不真实 一旦你们的地球从外部世界和黑暗实体中解放出来 所有的科技都将立即被开放 因为人类迫切需要治愈他们的肉体 我们在这场对抗黑暗的战斗中团结一致 银河系和地球母亲将从堕落的灵魂中解放出来 谢谢宇宙管道 胜利就在面前 光知银河联邦 2021年12月5日 麦基喜德 觉醒的宇宙狮子传导 Natalie Gleason 译者 扬声传导 问候 我是麦基喜德的意识和集体能量 我被称为主麦基喜德 我是宇宙层面的监督者 在这个造物主宇宙宇宙层面的空间中 我可以看到整个宇宙 了解正在发生的所有扬声转变 以及它们如何影响行星层面 银河层面 宇宙层面和多重宇宙层面 我 麦基喜德希望让你们意识到一种正在涌现的能量 它是来自宇宙层面的觉醒能量 一种美丽的光的体现 正在被创造并表现为最雄伟的狮子 它被称为觉醒的宇宙狮子 这种能量正在造物主的整个宇宙和地球层面移动 觉醒宇宙狮子的目的是用宇宙之光接触灵魂 创造觉醒 当我们想到狮子时 我们可能会想到勇气 自信 勇敢 成为群体的领导者 我们可以在狮子和即将到来的能量中识别出许多品质 这些品质包括勇敢的旅行 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放松和自信 扬声过程以及力量 这些品质在灵魂内被激活 以便他们有勇气在他们的扬声过程和旅程中前进 觉醒的宇宙 狮子的另一个方面是疗愈 狮子在造物主的宇宙中行走并疗愈许多灵魂 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分离 自身存在分离或现实分离的灵魂 它可能与造物主分离 当你们邀请这只狮子出来时 它会来和你们一起坐 它可能会依偎在你们身边 在你们面前侧卧 或者它可能会坐下来 深深地凝视你们的眼睛 这只狮子可能会开始哭泣 这些眼泪是非常疗愈的 因为狮子正在为你们释放分离能量 眼泪会融入你们的能量肠 提供巨大的疗愈 狮子会坐下来 与你们同在 你们可以和它说话 请求它疗愈你们的存在或现实的某些方面 狮子会接受这一点 与你们合而为一 你们可能会感受到它的力量 爱 勇敢的爱和支持 因为它帮助你们释放能量 它的眼泪会像疗愈药膏一样 滴入你们的能量肠 以支持你们内在的疗愈和觉醒 狮子是通过内在层面和地球 现实发生的能量传输和觉醒的 非常物理的观点 然而 能量表现为一只狮子 与你们同坐 协助你们获取能量 它就像一个毛 可以访问从造物主那里传递的能量 宇宙狮子将服务于你们 唤醒你们创造和促进疗愈的存在 鼓励勇敢 力量和勇气沿着你们的扬生之路行走 宇宙狮子会为你们提供你们需要的工具 或者会在你们的存在中唤醒你们此时支持你们扬生的工具 你们将感受到与造物主更深层次的联系 以及与宇宙层面更深层次的联系 你们的存在将充满这种原始的光 这只狮子是一只彩虹狮子 充满了造物主之光的所有颜色和方面 我麦基喜德 我看着狮子走过造物主的宇宙并触及灵魂 这真是一次美妙的体验 我邀请你们在你们的冥想中召唤觉醒的宇宙狮子 邀请狮子与你们坐在一起 你们可以分享你们希望唤醒的内容 以及需要治愈的内容 然后简单的深呼吸 让这只狮子以它感觉最合适的方式 与你们同在 你们可以根据需要多次召唤狮子 狮子只有在最神圣的引导下才会出现 如果狮子没有出现在你们面前 那么只需在另一个时间请求即可 因为神圣的时间可能不在这个时间 这是探索和体验的绝妙礼物 我感谢你们 我是麦基喜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